对对这是把喜欢卖得非常高 你知道我为什么联想到 毕节的这个东西啊 因为这个记者啊 他挖掘挖掘 他想不清是为什么 他说这些孩子实际上啊 也在当地也有教育的机会 也上学 但这些孩子就辍学了 不想上学就跑了 而且呢 他们父母在外边打工啊 拖了一个亲戚在照料他们 你说他是为了吃吗 也不至于他就会饿死 吃不着好的 但是他也不是说在家里吃不上饭 这个记者认为关键的原因是 缺少父母之爱 好 他们的父母都长期在外面打工 你知道这个孩子不见了 托他们照管的那个亲戚 打电话给他们父母的时候 这跟那种就像咱们平常城里人 一般的生活富足的人 你想父母亲孩子不见了 你父母什么反应啊 但是他们的父母亲的反应 是电话里没有要回来的意思 就是打电话就说 是不是到哪个村找亲戚去了吧 对 就是反应不是要那么像的 我们那样紧张 那么大 那么 这就说到贫穷 就是说 他那个山区啊 出去打工都是生活所迫 山区根本人均呢 就没有几分地 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就出去 这是中国所谓 这就说到这个老老事了 就是说留守儿童 就大批的父母 在中国我估计啊 出现了世界上最多的非正常家庭 对吧 美国英国这玩意儿 这总统出去都富人陪着 家里人在一块待着 对吧 这完全对中国这种情况不能理解的 怎么可以长期的 你看中国的家庭 是父母和孩子可以不在一起的 不过我觉得像这种街童啊 或者流浪啊 其实全世界基本的那个状况的形式 不会差很多 意思就是说 他们都是被脱离开这个社会 只不过成人呢 他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 因为香港这种富裕的城市 也有很多人流浪 他是故意的 他就是自愿 我就是喜欢睡街上 他觉得睡街上舒服 然后他要交租住一个什么 很小的房子 他还住的不高兴 或者有些人是自愿的 要过架的一种社会边缘的空间生活